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都弄错了 那是我女朋友的爸爸妈妈 这是我未来的岳父 最重要的 他爸居然 要求我爸妈到他们家提亲 提亲啊 这 叔叔阿姨同意吗 他们同不同意 那都怎么办呢 如果他们真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浪漫一回 我就带着刘文静远走高飞远离这一切 他怎么想的 这么说成了 你说这刘文静最近啊 开始搞起来的事业了 非要不顾我的反对弄他那什么APP 什么APP 叫 叫什么反正我也没注意 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听你说了这么一堆 那你现在 那你现在 觉得和文静在一起还开心吗 人吗 人吗 相爱浅淡 相处起来 就难了 您 您 您是 我是叶辉他妈妈 知道知道 您快坐 您喝点什么呀 你给我炸一杯青汁吧 什么汁 你刚来吧叶辉还没教你 你就是把冰箱里的那个芹菜黄瓜 鱼衣剑兰和牛油果炸一杯汁给我就行了 好好好 你快坐 对了 那个文静和小叶出去了 一会儿就回来 小子 先快点聊我也不说一声 叶辉他妈妈 您先坐着啊 我忙完了我就过来 好 还请了园丁啊 不是 文静 就在那个副下底下那块 好像掉里边了 你帮我拿上那手机啊 妈 您怎么来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我说什么呀 你最近都忙成什么样子了 我打电话你也不接 门铃按了老半天也没人开 我从后门啊 好不容易进来的 你们都见过了 见上了 你小子新换了保姆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什么保姆啊 你不仅换了保姆 还 还新请了园丁 你现在挺考究的 什么园 园丁 您都弄错了 那是我女朋友的爸爸妈妈 这是我未来的岳父 你这个手机啊 掉到桌子底下了 你怎么没坏鞋啊 你怎么没坏鞋啊 谁啊 我妈 阿姨你好 我是刘文静 你好 亲家母 你的清真来了 我妈 我妈 你怎么没坏鞋啊 我妈 你怎么没坏鞋啊 我妈 你怎么没坏鞋啊 你怎么没坏鞋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